飘洋过海来看你是陈明璋指导的都市职场情感剧 由王立坤、朱耀文、月清、黄过军、黄燕林等主演 该剧讲述了旅游体验师、逗趣暖男正楚和女魔头上司苏能两人奇妙的爱情故事 邮居海外的苏能在旅游集团就职 苏能和田学成结婚后发现其性情大变 田学成还要求与苏能离婚 离婚后的苏能向公司申请回国 公司批准苏能回国内分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回国的时候与公司的酒店室税员正楚产生了误会 苏能来到公司进行整顿裁员 正楚幸免 公司职员私下讨论女上司应被前夫抛弃而回国 正楚帮助苏能解围 苏能对其产生好感 发现自己怀孕后的苏能去国外待产 正楚追到国外寻找苏能无果 却遇到高家高儿无家可归的前女友陈珊珊 出于同情便答应陈珊珊回国后住在自己的家里 苏能带着孩子回到国内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正楚 正楚也表示会将孩子当成自己的来照顾 两人甜蜜相宴 苏能在正楚家里发现了陈珊珊 两人中途爆发 田学成回国又和苏能复婚 陈珊珊的出现让田学成非常尴尬的走了 原来对陈珊珊施暴的男人就是田学成 误会得已解开 有情人忠诚俊暑 该剧打破传统偶像剧 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一贯路线 并没有傻白甜和万能男主这种标准配置 剧中 朱耀文是阳光正直的男下属 黄立坤是外冷媚弱的女圣子 两人一静一动 一冷一热 在工作中 她出了爱情的火花 该剧情感是脚新颖不测 跳出了传统婚恋的固有框架 表现出新一代 高知女性的爱情 关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除了这对高原职CP组合之外 各种时尚的爱情和生活元素均深靠在电视剧的细节之处 朱耀文在剧中挑战新兴职业旅游体验时 深度展现了人前风光 人后少女的职场特性与生活状态 是将引发观众对职业选择的新一轮热议 而且 本剧情感是脚新颖不特 跳出了传统婚恋的固有框架 表现出新一代 高知女性的爱情关和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据悉 该剧辗转上海 一江 三亚 上兴及海外等多的进行拍摄 取景讨究 画面精致 可谓是下重本的大手笔制作 正处 人员朱耀文 某国际旅游集团的时尚旅游体验师 阳光帅气 风趣幽默 货真价实的暖蓝一眉 然而又会有一些洁癖强迫症这样的小槽点 看似嘻嘻哈哈 但做事认真负责 却因为自己的处事原则 在工作中不被重用 某国际旅游集团的旅游事业部总监 是颜值高智商 高的双高职场精英 虽然外表强势实则内心柔软神经大条 工作上雷厉风行 生活中却有些蠢萌 唐果果 演员月轻 唐宁的妹妹 选秀出身的当红歌手 热爱唱歌 性格直爽 对郑楚奇疯狂追求 偶然认识舒畅 两人不打不相识成为朋友 唐宁 演员黄过军 郑楚好友 海归医学博士 英俊沉稳 感情细腻敏感 也因此给爱他的人留下了不灭的伤痛 严小秋 演员高阳 陈珊珊的姐姐 因父母离异自小分开 珠宝公司设计师助理 波炬设计天分 喜爱旅行 与唐宁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称 演员王燕灵 苏龙的弟弟 爱耍小聪明 浩高雾远却总不着调 开了一家魔术店 与唐伯伯信后 成为了欢喜冤家 郑美玲 演员王帝侠 郑楚的姑姑 中国知名时尚卫医品牌 爱美集团总市长 生活精致 卫星孤独 对郑楚事如己出 卫义 演员连凯 MG女游 集团中国总部市场部总监 变形职场野万精英 前妻英难产去世 遇到苏龙后沉寂的心 开始激起涟漪